大家好! 這次我想介紹給大家 改訂版大家的日本語 第15課的文型的部分 一番 写真を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14課 接下來這個15課 都是有關特性的表現 我們學習一下 這裡取って就是取ります的提心 原本是取ります 拍照的取ります 第一類動詞 提心的話取って 取ります變成提心 然後這裡有一個も 所以も就是也 いいです 這個是好 拍也好 好也好就是OK的意思 然後表示疑問 可以嗎 OK嗎 這樣子 也好這個 直接翻譯的話這樣子 但是這個可以中文的話 這個就是可以的意思 可以做什麼 可以 取って就是拍 然後 拍什麼呢 拍照片 可以拍照嗎 然後表示疑問 可以拍照嗎 問別人 我可以做什麼什麼嗎 的時候 就是提心加 もいいですか 所以 就是這樣子ですね 提心 然後再加 も いいですか 就這樣子 提心加 も いいですか 這個就是 中文的 許可的表現 當然 用疑問詞 來用的話 用疑問詞 來用的話 就是問人家 我可以做什麼什麼嗎 那如果 不是用疑問詞 啊 疑問句 不是用疑問句 不是用疑問句的話 就是 可以做什麼什麼 比如說這裡可以拍照片 這裡可以 吃飯 這裡可以抽菸 像這個時候 でもいいです 問的話 いいですか 就這樣子 所以中文的意思是 這個就是 可以 做什麼什麼嗎 那這樣 那這樣 意思 ね 所以 取個例子 比如說 我可以放個行李嗎 荷物を 置きます して 行 這次 置きます 的話 置きます的話 第一例 所以 置いて 荷物を置いても いいですか 可以這樣子 問 然後 還有 荷物を置いてもいいですか 還有 譬如說 可以這個 魚様 傘を 借りて 借ります 是 看起來 第一類動詞 但是這個 算第二類動詞 這個的話 另外一個動詞 變化的影片裡面 大家請參考一下 傘を借りても いいですか 就這樣子 ね 那 像這樣的 問別人 我可以做什麼什麼 媽的時候 OK的時候 可以說 え どうぞ 或者是 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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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いですよ 可以呀 像這樣子 回答 ね 那 如果是不審 的話 ビル 說 すみません ちょっと すみません ちょっと 像 這樣子 ね 對不起 我現在再使用 すみません 今 使っています ビル 有人問 你可以借個詞典嗎 ね 審証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 審証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 ね いや 是借りて ね 可以借 那 如果 不好意思 我現在再使用的話 すみません 今 使っています ね 今 使っています 現在再使用 今 使っています 所以 まあ 実際 還有不審的手法ね 不審就是 ね 綠文的話 就是 ダメです ね 這個 很直接的手法 まあ 所以 まあ 本有之前用ダメです まあ OK 但是 如果 不是那麼小的話 まあ すみません ちょっと ちょっと 或者 我再使用 今 使っています 這種的 來回答 就好 はい 這一次就是 鉄心的表現的 可以做什麼什麼 的 用法大家進 把握一下 はい 再來 我們看一下 文型2 的部分 Santos さん は 弁詞辞書を 持っています はい 這裡 又 鉄心 ですね はい 這個就是 鉄心持って ね 原本是 持ます 打動詞 持ます 持有 持ます 打動詞 打動詞 持って ですね 第一例動詞 那 鉄心じゃいます 是 即使十四課 已經有學過的 就是正在做什麼什麼的 現在進行式 ね 比如說 大家現在做什麼 現在學綠文 再學綠文 日本語勉強して 鉄心 じゃいます 日本語勉強して います 那這一次的話 一樣是 鉄心 ですね 一樣是鉄心 在家 います ね 所以 跟十四課一樣的心態 但是這個是 一種 目前狀態 表示 目前狀態的用法 ね そうですね こっちからいきましょうか 目前狀態 所以 這句話的意思是 Santos先生 擁有 電子磁典 現在 在書包裡面 還是在家裡 不知道 反正他有 他有電子磁典 ね 他的狀態 目前狀態 ですね 就是可以用這個 提心者 います 所以 Santos先生 Santos Santos 外國人的名字 Santos Santos先生 然後 持っています 這次的話 應該是 持有 然後 電子磁典 Ouais はい 像這個 電子磁兆 其實目前狀態 我都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 呃 比如說 曾先生已經結婚 的話 可以說 親生は 結婚 这句话的意思是并不是现在进行结婚典礼的意思 并不是正在进行结婚典礼的意思 就是他已婚的意思 这个就是已婚 就是已经过着婚姻生活的状态 目前状态是已经过着婚姻的状态 晋さんは結婚しています 还有李さんは 比如说住在东京 東京に住んでいます 这个是存在位置的 住在哪里 在东京 那这个存在います是已经居住的状态 目前状态是居住东京 如果这个讲住みます的话 要住的时候 这个是要住 要住代表 其实还没住的时候 其实这个 比如说下个月开始我要住东京的话 可以说 李さんは東京に住みます 比如说下个月开始李先生要住东京的话 来月 从下个月开始 来月から李さんは東京に住みます 住みます就是海美族 已经 就是地址在东京的话 仅用帝心家います 这个文姓 那这次就是 看起来 现在进行的 一样的形状 但是用的单字不一样 就会有 目前状态的内容也可以表现 还有比如说 我的身份 比如说教日文 比如说 私は台湾で日本語を教えています 教えています 像这样子也可以 私は台湾で日本語を教えています 当然是现在也在教日文没做 但是 这个是我的身材的身份 私は台湾で日本語を教えています 这样子的用法也可以 就是一个目前状态的用法 じゃあ皆さん 这一次的地址表现 大家尽把握 再来我们看一下 补中的部分 虽然说补中 但是这个很重要 就是应该文型里面也可以介绍的内容 お酒を飲んではいけません 这里有 てしん 然后 てしん 这个就是原本是 飲みますたてしん 飲みますたてしん 飲んで 然后这里有一个 わ 这个是柱子わ まです 这个是表示区别的用法 ま、いがこ 有一种 ま、字简式都是表示主题的 那这次的话 这个动作的话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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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区别的 わ的用法 那这次 因为 这次先我介绍一下文型 所以文型里面 有这个 柱子在 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现在先把握这个文型就好 わ、后面还有 いけ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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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其实这个是 不行的意思 刚才我讲过 ダメです 刚才讲过 ダメです 其实ダメです 是 なしん論词 说不行的意思 这个是 なしん論词 也是一个不行的意思 但是 いけません 也是一个 动词的否定 いけません 就是不行的 的意思 两个都是一样 不行的意思 那这次文型里面是 用动词的否定的 いけません 不行的 はい 就是 わ、いけません 就是 就是 这个部分 两个部分 いちですね わ、いけません 就是 可以翻译成 不可以的意思 就是 喝酒的话 这个 这个动作的话呢 就是 不行 那自然 翻译成中文自然一点的话 就是 不可以 不可以 はい 喝 喝什么呢 喝酒 不可以 喝酒 不可以喝酒 就这样的 用法 所以 这一次呢 文型呢 てしん 在家 まじゅつわ いけません 这样子 就是中文的意思是 不可以的 不可以做什么什么 那就是 これは 一种 镜子的表现 镜子表现 镜子表现 刚好 刚才的 呢 てしん も いいです 这个的话 就是 可以做什么什么 呢 这个是 文型 第一个 虚格表现 呢 所以 刚好 这个是 一对的 呢 刚好 相对性的 文型 这个是 下面的是 可以做什么什么 那 相反的 不可以的话 てはいけません ても いいです 做这个动作 也可以 OK 这个的话 做这个的话 就是 不行 就是 翻译自然的话 不可以 做什么什么 的意思 所以 比如说 电子里面 日本的电子里面 可以做什么 呢 比如说 そうですね 可以 喝飲料 飲物を 飲んでも 飲物を 飲んでも いいです 像 台湾的捷韵 不可以喝 但是 日本的电子 可以喝 飲物を 飲んでも いいです 台湾的 火車 的话 可以 那就 一样 idero 20 解韻的话 不行です ね 所以 非言 飲物 不可以 喝飲料 飲料 飲料 飲 drive 飲料 飲室 刚好 这样子 相对的 啊 这个是 两种 各种 状况的 鏡子 像 这个 是 車厢内 的 规定不可以喝飲料 飲品を飲んではいけません 还有比如说这个法律 日本的话 20岁以下的人不可以喝酒 お酒を飲んではいけません 或者是医生、禁止、患者、病者 病人 你已经肝臓不好 不可以喝酒 お酒を飲んではいけません 也有可能 到底是规定的不可以 还是医生说的禁止 各种状况可以用 所以这一字禁止的表现 手はいけません 反许可的表现 でもいいです 大家一起 同时两个都 学会 再来我们看一下 練習B3と第3 練習B3と第3条 答案是ここに 車を止めてはいけません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一样 ですね 禁止表现 不可以 不可以停车 所以 就是 い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 然後車を 先翻译着 不可以把车子 停 然後這裡有ここに 這個に就是柱子 就是表示 有點像存在位置的に 但是這一字的話表示動作歸著點 有一點綠文的說法 動作 綠文的話動作 帰着点 代用法 直接翻譯這個的話 就是在這裡 這樣的意思 你的動作最後到哪裡 就是故意做 帰着 這個時候用這個に 比如說坐在椅子上的話 椅子に座ります 座ります 座ります 机の上に 資料 資料 を置きます 置きます 把資料 放在哪裡 放的動作最後到哪裡去 就是座山 做的動作到哪裡去 就是椅子上 椅子に座ります 机の上に資料を置きます 像這樣的時候 就用動作規著點 動作規著點的に 這個に 的用法大家 請注意 最後我們看一下更進一步的部分 學生常常問我 學到練習比的第三題的地方 就有ここで跟ここに 的部分 ここで 還是ここに 到底這個で跟に 的區別是什麼 常常學生會問我 那這裡有 之前學過的第六課 第六課 學過的動作進行地點的で 跟 還有這次會出現的動作規著點的に 的用法 用法很接近 所以 稍微注意一下 翻譯整中文的時候 常常這個動作進行地點的で 是 先說地點在哪裡哪裡 然後 後面講動作做什麼什麼 像 在讀書館 念 綠文 的話 図書館で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 那這個時候 應該說 在 讀書館 學綠文 念綠文 這樣子 先講地點 再說動作 應該不會說 把綠文念在 念在 讀書館 不可能這樣講 那 還有 如果這次學的 那之前剛剛 舉個例子 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 把資料放在桌上 像先講動作 然後再講場所 這個時候就用動作規著點的に 簡單來說 舉個例子 像這個的話 其實兩個可能都有 譬如說 ここで車を止めてください 請在這裡 停車子 然後 ここに車を止めてください 請把車子停在這裡 像這個的話 兩個都有 但是 浴缸上 稍微不一樣 譬如說 你坐計程車 就是 到了目的地 那跟司機說 請你在這裡 停車 那就說 ここで車を止めてください 好了 因為是停車的動作 進行 Stop 停車 然後 停在這裡之後 請在這裡 停車的時候 司機就是停一下 馬上客人下來了 出來了 他要走掉 停的動作的結果 不會 留在這裡 停一下就走 那 如果 在 停車場 然後 整理員 停車場 整理的人 請你把車子 停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空間 可以停車 停在這裡之後 停在這裡之後 車子都 留在這裡 所以 動作的結果 規則 然後 停留 留下來 就是用 你 比如說 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 坐的結果是 留下來 就是 我人在 人在椅子上 把資料放在這裡的話 資料就是 留在這裡 那 像這樣子 動作的結果 留下來 就用你 像 比如說 比如說 這個是契約書 然後 請你把名字 寫在這裡 名字 ここに書いてください ここに書いてください 寫在這裡 如果我這裡寫名字 如果我這裡寫名字 比如說 OK 我就寫名字 那 好 寫在這裡 那 這個寫了名字之後 名字留在這裡 那就 ここに 名字 寫在這裡 那 如果 ここで 名字 寫在這裡 寫在這裡 寫個名字 什麼意思 就是 比如說 沒有地方 有沒有地方 可以寫的 這樣子 不好寫嗎 這樣子不好寫 那有人說 請你在這裡 這裡有桌子 請在這裡寫名字 啊 ここで 名前を 書いてください 那我就說 好 那放字 然後寫名字 那 說的 ここで 名前を 書いてください 的時候 ここ是代表的 桌子 比如說桌子 一個台 那 名字是不會留在桌子上 那 就這樣的時候 就用ここで 名前を 書いてください 那 請你把名字寫在這個 地方 寫在這個地方 寫在這個地方 ここに 名前を 書いてください 就這樣 那 這個 動作進行地點的D 跟 動作規造點的Ni 的用法 大家 這一次 請把握 那 這樣子 十五課的內容都 介紹了 大家 日本語の勉強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さようなら 謝謝大家